-Tekite Mix-1 在日本百人商店裡 最有質感跟無印封的 就是Celia啦 找不到顧眼的顏色或是款式時 來這裡總是不會失望 裡面媽媽最常逛的還有這一區 光療指甲唷 那台灣也有Celia 但是她的名字叫做iColor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次有什麼新發現吧 先來介紹新家全部的收納盒與選擇的標準 盡可能的完全不浪費空間 好收納、好驚喜 款式跟顏色也要簡單耐看 還要兼具微波與冷凍的功能 像這樣 幾乎佔滿空間 或是跟收納盒的尺寸差不多大小 最好還可以堆疊在一起收納 達到最省空間的效果 那在設計上邊邊凹槽比起MUSIN的款式 然後形狀的更好清洗污垢 那這次選擇是可以佔立式的冷凍收納盒 直立式保鮮盒有三個尺寸 耐溫度140度到-20度之間 雖然它不能堆疊收納有一點可惜 但是跟我們家小巧冰箱尺寸幾乎吻合 像這樣超市買回來 調味好之後分裝起來 這些調味冷凍就又可以輕鬆一個禮拜了 我先打掃一下冷凍庫 可以直的放橫的放 這樣就可以輕鬆拿取冰箱的盒子了 有湯汁的要注意 說明書建議 平放冷凍好再讓它站立唷 那如果要分成兩份或是油比較多的話呢 也可以在分裝的時候 把原本的保鮮膜一起包進去 這樣可以省保鮮膜 盒子也比較不會油膩唷 那大家做家事的時候 都有找到適合的手套嗎? Celia的手套真的是深得我心 媽媽手上戴的是基本款 洗到一半 袖子很容易碰到水 建議夏天的時候再使用 超長的漱口手套 耐熱度60度到-30度之間 在冬天穿長袖洗完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袖子會很容易掉下來弄得衣服髒兮兮的 那換上Celia這個系列的手套之後 就可以把衣服老老實實的扣在手肘上啦 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分尺寸 媽媽平常是戴M size的手套 覺得她手上的部分剛好 所以個人超級滿意 會列入冬天的回購商品 像是這種混裝的包裝 大家會另外把它收納起來嗎? 使用不頻繁的話 媽媽是會選擇原包裝直接收起來 但是缺點就是在夾鏈條的邊邊 很容易卡粉 洗字下來之後可能無法完全密封緊閉 開口式密封夾 耐用溫度100度到-20度之間 如果包裝上有夾鏈條可以直接把它剪掉 這個開口夾真的是後悔太晚常事了 設計的原理有點像封口夾加一個便利的開口 而且蓋子是設計便利拆開就可以方便清洗 像這樣把開口放在袋子內 夾子從外面扣上就完成 有了開口密封夾之後就不會亂漏粉啦 事後的清理也變得輕鬆許多 除了裝粉類以外也可以裝適合這個開口大小的帶裝物 但是這個開口夾不建議裝在需要長期保存的物品上喔 積積茅茅茅的用麵粉做了明天的早餐 原本的濾網槽實在是太長藏物納夠了 這邊也幫他換上簡單設計的濾網 三色過濾藍 試用寬度54.5公分 這邊來試試鋁箔紙的金屬離子抗菌 把鋁箔紙揉成一顆球 放在下水稻蓋上或是濾網上都可以唷 媽媽也是第一次嘗試 不知道效果如何 接下來是文具類的收納整理 自從幫信獎換了書桌之後 書本的收納一直很困擾 拿取不方便以外還有些浪費空間 所以把原本的書桌擺飾區換成了書架 拼接式書架 雖然書架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這種貼心的小售劑 它的邊邊是可以接合扣在一起 使用起來就會覺得很方便 把它們扣在一起排列起來也會特別的整齊喔 自從換了書架之後 信獎的書桌都保持得很整齊 鏡頭外的睡衣信獎跟衣服堆 那除了當書架以外呢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使用方法 可以拿來當收納草泰鍋的架子 立著收納的方式比較方便拿取 書架也很適合拿來收納盤子 趕快示範完拿回去玩給信獎 那有些東西不管怎麼收納看起來都很雜亂 或者是一些捨不得丟的成長回憶 抽紙感文件收納盒 總共有三種款是三個顏色 這邊推薦的是眼不見圍巾收納法 那電視的文件夾其實陸陸續續買了很多款顏色 依照每個人的喜好不同透明的是可以知道裡面放些什麼 媽媽個人覺得透明的看起來會有一點亂 那這款文件夾是目前看過最有質感的顏色 而且還很耐髒 所以就把不想看到不能丟的小東西統統放進來收納 無印封的鐵鉤夾真的是非常好用 但是它的存在感比較高 有時候看起來會有一點雜亂 看到這裡出了很多透明系列的掛鉤 洗面乳按壓平收納夾 耐重350克 使用這一款一定要正確的推到第二扣的底部 這樣才不會掉下來唷 整體看起來是不是有加分許多呢 大家猜猜看這個是什麼呢 是困擾媽媽一陣子的美妝蛋收納架 她也可以拿來曬洗好的粉撲 擦拭好冰面之後把它黏上擠出空氣 再把美妝蛋跟粉撲洗好放上來硬乾就完成 在浴室最困擾的這兩個必需品 水桶也找到了救星 洗臉盆專用掛鉤 試用寬度2公分以內 把掛鉤先掛在手把上 再像這樣子扣上去就可以瀝乾水盆啦 它有限制邊邊寬度是2公分以內的洗臉盆喔 最後要推薦Celia的迪士尼專區 真的是超可愛人超多就不一一介紹了 但是最近學到了這個DIY的御飯糰 把海苔放在洗脖子的中間包起來 剪掉邊邊多餘的洗脖子 翻面在完整面的中間貼上膠帶 建議在膠帶兩旁剪兩刀會比較好拆唷 包起來再黏上透明的膠帶 就完成啦 建議折痕跟海苔中間要有一點縫隙才比較好塞開唷 製作方法很簡單大家也可以試試唷 好啦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有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才不會錯過下一集唷 掰掰 你們倆 這 искере 這邊請達